中华餐饮三巨头之一的黄焖鸡怎么做才能更好吃呢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 鸡肉冷水下锅加入料酒 煮出血沫捞出洗净 油热下入鸡块炒干水分 下入葱姜蒜干辣椒 皮炎到边酱生抽老抽 炒香加入82年的忘情水 盖盖炖20分钟 虾土豆香菇再炖10分钟 加盐鸡精青红辣椒翻炒均匀出锅 色香味俱全的黄焖鸡就做好了 软烂的土豆嫩滑的鸡块 你想吃吗